不需要介绍了 这里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 举手一下好吗 第一次 第一次看过牧师的举手 感谢主 每次主都把新的恩典赐给我们 新的面孔放在我们当中 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了 所以我们都是东北人 但是都是福音人 阿们 所以我们在一起相聚 有一个绝对相聚的理由 我们使徒保罗常常想念 教会里面的人 罗马人 加拉太人 哥林多人 但是其实这个里面呢 是主借着真道 有生出来的一个关系 我跟各位的关系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一起 不管北方南方 我们在一起 一起同德冠冕 一起兴旺福音 阿们 所以我就不介绍了 大家彼此认识 我盼望这几天 大家能够彼此相通 有教会里面的有一些事情 或者进展的事 可以彼此沟通 主的仆人来就把神的话讲清楚 然后我们一起在真道上追求 阿们 这次我来呢 带着两个心态 第一个心态就是 我实在为各位感恩 我看到尤其是 我们东北的弟兄姐妹 继续很迫切的 也得着理由 继续要相聚 我为这个事情感恩了 有时候有一些人是激动一下 听了福音激动一下 久久来一次 或者来了之后 没有看到他们了 那是主给他们的恩典 只有到那个地方了 但是能够继续相聚的人 是必定在这个福音里面 有得着宝贝的人 有得着理由会相聚 所以这是我为你们感恩的事 圣灵的工作 有时候是我们没有意识的 我们哭哭啼啼 软弱 埋怨 哀恨 等下还是会来聚会的 然后不因为那个什么 那个聚会里面有神的话 各位这个本身 就是上帝爱你们的证据了 所以各位要看重自己 看重那个在你们里面 已经动工 运行的圣灵的工作 使你们明白真道 要追求真道 然后在苦难里面 也来到真道面前 要得着答案 各位这是圣灵的工作 没有人能够看晓 另外一个心态 我带着的 不但是感恩 另外一个就是 很迫切 非常迫切 那为什么牧师 这么迫切呢 因为我每次看到 大家听了福音之后 牧师走了不到一两个月 一样的问题又来了 各位有没有 一样的问题又反复了 一样的问题的意思告诉我们 你们还是存有一样的眼光 听了福音之后 还有一样的心怀 各位有没有 承认不承认 实在是这样 所以各位 我来之前 我跟我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不能一直留在失败里面 各位有一些做法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看法 各位一直一样的话 你知道 你这样想 这样看 回去一定会这样的 结果一定会这样的 你这样跟你的家人讲话 你这样看待你的孩子 你不到两三天之后 你又受暗死了 所以一样的灰心 我常常来 然后呢 教会肢体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在一起是喜乐 在一起同盟恩典 有喜乐 对不对 但是那个论断 亲世的眼睛 又一样会来的 那各位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没有得意志 我们听了福音之后 好像我们听得不够准确 我们听了 好像只有情感波动 快活 然后一时之间 好像得到一个解脱 我们以那个为满足 但是各位 有没有问过 你的问题真正是什么 你的问题是 没有人激动你吗 所以需要诸牧师 来激动你一下 其实不是 你的问题是 你离开这个会所之后 你看不到上帝 你在这样的相聚里面 你看到神的爱 但是你回家 面对你的配偶 你的父母之后 看不到神的爱 在他们的言语里面 甚至他们的言语 有时候不是很动听 但是你得不照 神同在的能力 来影响他们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生命里面 没有得意志的 我们听了神的福音之后 好像一个观念 一股激情 对不对 一股激动力 但是里面真正要改的东西 没有改 所以福音是一个变化性的 变化 带来一种变化性的能力 来的 所以不是你修改一下 你听了一下 激动一下 但是过后 你要实行出来 你要实践出来 你一定要有变化的 弟兄姐妹 很重要的话 我长话短说 直接到主题 各位有没有 各位为什么我们使徒彼得 我们使徒彼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他失败 其实不是他不够信心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使徒彼得的失败是什么 其实 没有关系 各位看我 其实我们使徒彼得的失败是什么 他没有发现 他还不明白不信的地方 他以为他信了 他以为他蒙恩了 他以为他不错了 各位了解吗 你没有发现你的疾病 你没有发现你的不信的地方 就是你参加特会完之后 你四个月后再来 但是你感觉你的问题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思想 眼光 看法 判断 解释 看人都一样的 福音不是讲这个东西的 福音不是要达到战时的果效 福音是要达到长久的果效 继续的果效 增加性的果效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 各位 有些人说 我们有时候人得医治都是需要过程 这句话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过程是停顿性的还是进展性的 各位一定要问 要进展性的 所以每一次特会完之后 各位的哀痛 各位的迫切 各位跟自己的肉体要征战 不信的眼光要征战 不能爱肢体的 爱家人的眼光要征战 各位有进展性的 所以你征战的对 你才会有进展的 如果 你就感受一下 回去了 这个进展是没有 或者 各位 你感受一下回去 或者呢 你发现你哀痛的那个地方 不太对 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也跟弟兄姐妹说过 我们这里是为婚姻来哀痛的 为儿女哀痛的 我跟各位说 连你的这个哀痛也是堕弱的 你要为你现在看不见神来哀痛 你要为你现在 你所想的 所做的不合乎真理来哀痛 不是为那个现象的问题来哀痛 这个问题 你哀痛的地方 就是你会得着上帝的应允的地方 所以你哀痛的不对 你的属灵问题还在的 你要为你的属灵问题来哀痛 所以这次呢 牧师特别要带给各位的话语 是什么呢 很简单 我要尽量越简单越好 所以呢 各位认为是什么 我要讲的信息就是 福音和 医治 各位有没有听 有没有听这个信息 你在本会牧师已经讲了 对不对 十一个信息 讲完这个才过来 福音和医治好不好 这个主题一听了 太普遍了 所以到教会来 你们到教会来 要不要得医治 要 没有人不要得医治 要得医治 福音带来医治 带来医治 但是你们心里面想的医治是什么 我都知道了 你们也知道了 来了聚会 听了信息 哭一场 医治了 有没有这样 激动一下 医治了 回去 一点能力都没有 给人祷告 按手祷告一下 病 走了 医治了 我为孩子祷告 我牧师有信心 为我的孩子祷告 祷告一下 他明天乖了一下 就明天而已 一天而已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 其实不是他不乖的问题 是你的眼光 又被欺骗的问题 为什么叫医治 各位你们知道吗 我要预备这个信息 真的两天被钉在十字架上 听得懂 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写了之后再撕掉了 太简单了 谁都要那种医治 这个信息 为什么这么难呢 对我来讲 太难讲了 因为太普遍了 各位理解吗 最难讲的信息 是最普遍的信息 大家都已经有 先入为主的想法 什么是疾病 什么是医治 什么是对不对 然后医治的果效是什么 然后 停了停了 好像有被激动一下 然后一两个月 没有果效之后 然后再来寻求一样的东西 各位如果你在你的教会里面 医治领受的是这种医治的 我劝你 干脆把它除掉 丢掉那些 那些方法 连你追求医治 你对医治的认识 跟追求医治的那个方法 眼光本身是错的 本身是错的 我跟各位说 这个信息是最难的 因为 如果你不认识福音 你绝对不认识医治 听得懂吗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认识福音 你绝对不认识医治 因为福音告诉你 你的问题疾病的根源在哪里 对不对 难道只是现象吗 外在的吗 病痛吗 贫穷吗 对不对 现在 你婚姻暂时有问题吗 其实暂时 有问题 我们常吵架 我们性格不合计 其实再问 再问 里面还有什么 对我不太爱他 再问 为什么你不爱他 再问 里面还有什么 对不对 其实呢 你很多 你不爱他之前 里面你受暗示 对很多暗示 你体贴你的肉体 对不对 你体贴你的 你的需要 然后你的要求 对 再问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什么 就是一句话来讲 你不信 你看不见 那个已经爱你的主 所以爱他的心 为他舍己的心 不产生 我跟各位说 福音是 越来越深的 一直到 你认识 你的问题的根源之前 你不要求医治 因为你要求医治之前 你要知道 你的疾病在哪里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很多人是 只有改表面的 你改表面的 没有医治了 所以牧师走了 最多一两个月 我跟各位讲 我绝对保证 一两个月 又有问题了 然后你发现 你的问题的颜色 特色 性质是一样的 一样的 从一样的管道来 又暗示你 从一样的人来 就又给你问题 就一样的 各位弟兄姐妹 因为原来 你还是要回到福音 来明白 医治要从哪里来 我先讲 我先讲 这个医治的一些概念 来教各位思想 有一些东西 我要得医治吗 那你首先要先知道 不是这么容易的 其实这么简单 不是这么容易的 门徒跟主在一起 三年半了 还是疑惑 不幸 对不对 埋怨 没有爱情 有很多时候 论断 比较 三年半在一起 不是这么容易的 各位听了这句话 怎么感动 有一点安慰 或者有些人 哎呀 那怎么办 或者 无秉而语的神迹 行了之后 喂饱五千人了 那天 我刚讲完这个信息 师母她就预备这个信息 她就翻经文 无秉而语的神迹 喂饱五千人吧 但是为什么 过后不久 又喂饱四千人的时候 门徒还是一样的 不幸 刚刚看了五千个人 喂饱的神迹 后来现在 四千个人 又一样的反应 哇 原来 你刚刚经历了神迹之后 你过两天 你又遇到一样的难题 那个一样的意念 又来暗示你 你一样的反应 一样的召集又来了 会很奇妙 对不对 原来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很容易得意志的 你不要相信那个是意志 阿们 听得懂吗 这个是悖论的 各位有些东西要用悖论讲 你们才会明白 如果很容易得意志 不是什么 另外呢 不是这么的直接的 是这样写吗 直接 不是这么直接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意志呢 最直接的意志是什么 最直接的意志是 你一祷告解决了 你参加一次的特会 佩领会 好了 快活了 对不对 直接的意志 其实呢 我给各位思想 很多时候 你很容易 马上直接得意志的 那个的属灵问题 是更深的 各位听得懂吗 如果你以为 就是这么直接了 得了 好像五饼二鱼的神迹 看到了 吃了 哇 什么事情 另一天马上跌倒 另一天主耶稣说 你们要吃我的肉 和我的血的时候 全部跌倒了 他们是看了神迹 要做什么 他们另一天来找耶稣 要做什么 叫他做网 做网 各位 五饼二鱼吃了 原来 他是我们亲中的王 应该要这样 对不对 但是现在 你做我们的王 把我们从这个 罗马的筒子带走 各位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肉体 各位听得懂吗 主耶稣行的 每一个神迹里面 有这个味道的 我看很多 很多牧师讲解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东西 讲出来 为什么主耶稣 这么好像失望 然后故意要讲 有一些东西 要叫他们被绊倒 你们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因为你们要我 做你们肉身的王 但是我要做你们心中的王 这句话很重要了 所以换句话说 你直接填饱 然后你以为 哇满足了 我跟你说 你还在你的肉体的状态 你的肉体的状态 跟你吃之前是一模一样 你得那个病 得医治之前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找到工作之前一模一样 那个特色 对不对 还是为钱担心 做了工作 还是为钱担心 还是一样 要激战 其实那个特色是一样的 性质是一样的 你的肉体的状态没有改变 我们 主耶稣甚至复活了 四十天之九个门徒 讲什么奥秘 天国的奥秘 天国的奥秘是 天上的事 怎么降临在地上的事 然后叫神的公义 和平 圣灵的喜乐 展显出来 对不对 门徒下一句话是什么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 主耶稣讲的是天国 你们一直想的是 地上的国 以色列国 天国跟以色列国 不一样 各位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是 我现在抓出来的 那个地方 我要各位看圣经的时候 看到人原来还没有 得医治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人反而以为 很容易就得医治 然后直接要得医治 然后追求那种医治的话 它是反而被绊倒 我再讲一次 你很容易得医治 然后被满足的 你要谨慎 你要谨慎 因为原来你没有得医治 原来你那个地方的 属灵问题是很多的 很重的 你一直不悔改的 甚至有一些人 经历了神迹 还是没有重生的 所以谁讲你经历了神迹 你就重生 所以尼克蒂姆说 要不是你是从天上来的 没有人能够行出 这样的神迹 你若不重生 你不能进神的国 主耶稣讲 重生的东西 在这个地方讲 对不对 一个看到神迹的人 原来连重生的还没有 很奇妙 我就明白这个东西之后 我就发现 原来不是这么直接的 所以换句话说 各位注意听 我现在要讲到 换句话说 各位听了三天的信息 你回家之后 如果你不仰望神 很谨慎的要跟从神 来爱你的配偶 我绝对保证三天之后完了 一样的 两个人那个关系的样子是一样 语气一样 好像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所以你听了那个特会的信息 回去之后 很迫切的 主啊 你教导我怎么爱他 教导我怎么重新认识 我的配偶 我的儿女 教我怎么依靠你来教他 每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不要随便讲 其实有这个心的 对不对 不是你特会了一股信心 然后回去 其实你一股信心得着 只要是叫你持续那个信心 你要更迫切的 然后呢 特会完之后 下个礼拜 在一起相聚的时候 主啊 保守我们 我要重新认识我的肢体 我常常论断他的 亲看他 亲自他 或者对我的牧者 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心态里面 主啊 求你医治我那个地方 这样回去 然后你四个月后 再见到牧师的话 欢喜快乐 牧师唯有见证了 我知道我里面变了 我要看的是这个 不然 你们每四个月 把我钉在十架上 是为了什么 这样的教导 劝勉 然后这么忙里面 还是这样的 一定要见到你们 如果没有这个 内心里面的变化 这样的辛苦 好像感觉有点突然 虽然没有突然 主在做 但是我一定要讲到点 那个地方 请大家不要认为 是这么直接的 所以福音是叫人 越来越头脑清醒 头脑清醒起来 然后心里火热的 要跟从主 要跟从 要查验神的美意 来跟从主 然后你特别软弱的地方 你很谨慎 你知道你很容易 你抠 心只口快的人 很容易伤人的 特别很谨慎 我的口 讲每一句话的时候 要等候主 等候主的感动来讲 那个地方 如果你有这种谨慎 这种谨慎的心 敬畏的心 你听了神的话 你特会之后 有谨慎的心 对了 我知道神正在医治你 你的医治是 一定会越来越深 所以不是这么直接 所以越直接的话 越有问题 要再多一个悖论 再多一个 不是 这个也要忍耐 还有什么 不是什么 人的 你们认为 牧师要讲什么 对了 不是人的意志 哎呀 对了 怎样 我要得一致 牧师我这次要得一致 不能的 真的不能 你试试看 你跟你的脾气 你的性情要争战 难上加难 实在是不可能 这个多弱的天使长 多弱的天使 人比天使微小 他就知道你软弱的地方 然后你的体质 各方面 其实在他的眼前 所以他暗示你 影响你 所以你要得一致 你一冲动要做 要得着有些果效 你马上失败 谁失败了 彼得失败了 所以他的意志 甚至主耶稣说 你们现在已经看到我复活了 但是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为什么 你要等候 圣灵来 所以原来 一个人要得一致 是要接着什么 其实圣灵的工作来的 其实不是人的意志 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光照 圣灵带来的一个变化性 超自然的工作 在人的心灵里面 那怎么带来 对了 对了 接着什么 接着你 特别 你听得懂 那个真理 你听明白了真理之后 你确认了那个真理 这个真理成为你心中的事实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心中产生的另外一种意志 虽然也叫做意志 对不对 但是那是圣灵跟你的生命 你的心灵互动 影响你 恩典临到你 影响你的心 所产生的意志 跟人的意志不一样 各位 现在当代教会的问题是 讲来讲去都是讲人的东西 你要心 你要做 你要热心 我并不是说不用热心 不用做 对不对 我乃是要讲的是 请问 真的 你听得懂真理了吗 那你听了懂真理之后呢 所带来的那个能力产生 这个圣灵的工作 对不对 叫你甘心也传 不甘心也传 对不对 软弱也传 对不对 哭着也是来聚会 再祷告 再传 很奇妙的 然后你知道不是你 奇妙不奇妙 所以我们生命堂 我们东北生命堂 人数两位 三位 四位的不要灰心 绝对不要灰心 弟兄姐妹 其实你知道吗 上帝是叫你们弄清楚 你的意志 跟你明白福音之后的 全世界的人都反对 也不能叫你的意志死掉的 那个从圣灵来的 Amen 听得懂 这个意志死掉 这个部分 各位差不多明白了吧 没有这个悖论的话 我跟各位说 我为各位祷告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得到的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很奇妙的 上帝 不是这么容易 不是这么直接 不是人的意志 都是圣灵的工作 接着什么 接着你听明白了真理之后 在你身上运行的那一位 对不对 祂的大能大力 使你们立志行事 来成就祂的美意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圣灵的工作 来 谢主 主这样教导我们 接着我们的问题里面 主这样的教导我们 所以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 我们在这个意志信息里面 如果我们不清楚认识福音 我再讲一遍 我们不清楚认识福音的真理 然后没有经过确认 我们今天追求的是 容易的 直接的 有意志的 我让各位思想一件事情 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祂行出很多神迹 我每次这样讲 神迹一能其事 使人复活 达玛奉病的得洁净 无饼而鱼的神迹 绝推得起来 其实我们的主 祂不是这样没有人情的 祂是成为一个人的样式 跟人在一起 所以人的痛苦苦难 就跟他们在一起 其实祂的心也被触动的 所以祂是怜悯人肉身的需要的 但是各位总是要知道 祂跟怜悯人的灵魂的需要 各位很重要的 这个肉身的需要 灵魂的需要 其实在一起的 那么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 祂是 在一个人的肉身的问题里面 祂要把自己写明出来 要写明为他们心中的主 那一个初步的方法 因为人真的在蒙蔽里面 所以初步的方法 用一字来做 神迹 异能 奇事 这样来做 这个主要是什么 第一 各位注意听 第一要证明祂是神 各位 我现在在讲 我们主耶稣基督行出的 神迹 异能 第一要证明祂是神 第二 要将人 不但知道祂是神之后 观念的神 跟虚假的神 对不对 或者把祂成为自己的神 来给我 我的需要 或者是 祂是我用全部的生命 要跟从的神 第二 所以第一 是要证明祂是神 第二 这位神呢 是你要用你全部的生命 来跟从的 然后第三 然后当我们 越来越走向 十字架的道路 使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回复 那个死而复活的精神 来跟从祂的时候 那个现象性的神迹 一能失 慢慢减少 减少 甚至有时停止的 各位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称祂为主 称祂为主 跟从祂为神迹 我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 有精力 甚至欢喜快乐 来赞美祂 继续传福音的神迹 然后叫最后最大的神迹 就是祂再领 就是祂来 各位明白吗 我现在讲 这个意思 各位 一定要掌握到的 我们在使徒行传 各位有没有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前面是一直很多神迹 呼风唤雨的神迹 然后到最后 你们读到一个地方 好像不太有神迹了 各位有没有感觉 使徒行传不太有神迹了 几乎差不多最后 使徒行传十九章 在以弗所 那个异教那个地方 保罗行出 很奇特的神迹之后 对不对 是他的手帕吗 手筋放在谁的身上 就会起来 然后之后就是 苦难 忍耐 然后监狱 然后保罗的 他的智慧 他怎样的像 雅吉巴王传 菲利斯都传福音 连风浪都来 要影响他 他听到神的声音 得安慰 然后继续走下去 继续走到罗马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后面差不多九章十章 几乎是没有神迹了 所以这个初代教会里面 忽然就很多神迹 呼风欢迎 然后走到最后 慢慢没有神迹了 但是各位 我的眼光 我的看法呢 是这样 我不是 我们教会界里面 神迹宗旨论 有一些人是神迹宗旨论 现在已经再没有这样的奇特 超自然的神迹了 教会界有讲这样的东西 我不是神迹宗旨论的 我不敢这样绝对的说 但是有一些神迹持续论的 灵恩派 当时死人复活 今天也一样死人能复活 好像这样 然后继续强调 然后你有什么热病 给你按手 全部倒下去 对不对 这个神迹持续论的 其实这两个都有问题 神迹宗旨论的 他绝对了 现在没有神迹了 其实不敢这样说 现在还有神迹的 还有医能 预言 对不对 这些方言都有的 但是各位 绝对要谨慎的地方就是 这些神迹什么时候出现 如果各位发现的话 特别真理还没有来到的时候 非常微弱的 好像有些农村教会 刚刚就得到一本圣经 人家这样读 然后看不到主 然后很多痛苦 疾病 然后又前面几个人 刚信耶稣的也很痛苦 不懂怎么拯救大家 然后上帝借着他们的祷告 然后行出一些圣经 这是我在中国教会里面 我看到的事情 所以不能说没有 但是你说 一样的这样持续的话 人的心会变乱 人的心会变成淫乱邪恶 所以淫乱邪恶的时代 求神迹 对不对 已经主按着祂的主权 要行到哪里就哪里 然后停止叫人经历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神迹 天天跟祂一同死一同活的 那个神迹 已经不强调 不高局 然后还是在求那些东西的时候 所以各位 这个要小心 这个神迹持续论的话 把所有的人的眼光就转向 虽然他们说我们都转向耶稣 谁说的 你是转向神迹 你问你的心你会知道的 你去看这样的信徒 你跟他们谈的话 你会知道的 我们新加坡里面 我不讲其他的 两个最大的教会 一个是三万人 一个两万多人 他们强调这个神迹 医能 第一个是强调 你有信心 就有医能 神迹 所以用信心 第二个是强调 恩典 神的恩典 恩典带来 神迹 医能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个是强调信心 一个强调恩典 然后他们两个是对立的 因为一个是强调 你有信心 强调恩典的人 不是信心 是恩典 所以看起来 他们两个都讲的 有一些部分性的东西 然后他们强调的 最后这个会带来 这个神迹医能 但是我发现 两个都缺乏的 一样东西是什么 他们都不强调 基督里面 死而复活的 生命的那种神迹 一个人能天天死去自己 然后跟从主 在各样的困境 逆境里面 对不对 家庭的问题 也是能够看见主的恩 因为知道 主的美意要成就什么 然后遇见神 看见神 然后交托给神 这样跟从他 越来越得着 天国的喜乐来活 对不对 越来越把基督的美德 活出来 基督的苦难当中的 忍耐活出来 这种神迹呢 是 在他们两个大教会 是没有的 不强调 换句话说 不强调 换句话说 门徒培训世的 那种门徒 要追求的神迹 门徒的心灵里面的 那种神迹 对不对 没有 所以才能两万三万人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各位了解吗 我现在要讲的 讲的话 最多就两三百人了 如果这样讲 那个东西 这样讲的话 这是真的 你们不知道 人性离开神的意念多远 各位其实在 有些东西是 我们要思想过的 看了整体 然后跟人谈过 我现在讲这些话 我跟这样的信徒 谈过话的 知道他们的思想体系 他们追求的重点 他们每次讲 哈利路亚 阿们的时候 是看到什么 会讲哈利路亚 阿们 你就会知道 他们是追求什么的 所以死而复活的神迹 那个死而复活 所带来的医治 对不对 这样的神迹 一能烧起来 在这个时代 我教会有一个姐妹 最近刚来 在我们新加坡的灵恩教会 就过来的 有一个灵恩派教会 他就有一个乳癌 然后就动了手术之后 那他的牧师 他们的医治做法是这样 给人按手 然后祷告 得到有一些预言 讲一些鼓励 劝勉 然后发一言的话 然后就说 你已经好了 你已经得医治了 牧师还有 你已经得医治了 牧师我今天很惧怕 你已经得医治了 就是这样 就完了 这是神的话了 这样 他听到这些话 就有一个挣扎产生了 我现在医生说 我五年要吃药 我要继续吃呢 还是不吃 因为牧师说 我已经得医治了 如果我没有信心的话 那个医治就没有了 但是我不吃的话 我又担心了 我很担心 这个肿瘤 然后有一次 他就动动动 好像有一点又出来了 真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 他是一直跟我说 我有几个困惑 一个是我因为有病 我很困惑 第二我是一直 没有信心得责备 然后我不知道 我吃还是不吃 很多东西 最后我跟他说 吃不吃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吃或者不吃 哪一个比较不平安 你就不要做那个 你要跟他讲一个 比较悲论的话 如果你吃了很不平安 多过你不吃 那你就吃 你不吃很不平安 多过你吃你就不吃 了解吗 听得懂吗 因为他是另外一种想法 所以 然后另外我要把他带回来 你的生命 你的身体上帝造了 做什么 上帝要怎么荣耀这个身体 其实他的女儿 也是跟着他去教会 女儿读书这么好 就全部都是拿A的 但是婴妈妈的疾病 也没有一个答案 如果他是非信徒 很简单 看医生 五年吃药 就五年吃药 没有困惑了 现在还加上很多 有信心没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 这个病又回来 哎呀 很多一大堆的东西 乱七八糟 我跟各位说 后来他现在回江苏南京 然后他说 我医生讲 我的癌症指数 他们验癌症指数很高 弹心的不得了 祝牧师为我祷告 这个东西 其实我很怜悯他 他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好像找的牧人 都没有告诉他 神的话说什么 神的话告诉你 你的身体是怎么被造的 连你的疾病里面的 尊贵的计划是什么 没有告诉他 各位这个就是问题了 我现在讲 当代教会的一个 医治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认识福音 才能认识医治的 我一直在这个地方强调 所以我们先来看 有一些重要的经文 我们看一下 哥罗西书好吗 哥罗西书 我们使徒保罗为这哥罗西教会祷告的事情啊 第一章九节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听见什么 你们已经信了主耶稣 对不对 也因为信了他 向众圣徒发的那个爱心 知道这个重生的人 才会有这样的恩典临到他 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所以祷告祈求 第一是什么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弟兄姐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讲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所以换句话说 你在上帝的面前 天使的面前 你怎么看待 你怎么认识你自己 对不对 你怎么 带着怎样的一个尊贵尊荣的心灵 时常看见神的同在 然后这个叫 看见神的同在 寻求祂 然后能知道祂百般的旨意 对不对 是讲这个东西的 你要先知道的 你要先认识神 物性理性 认识神先的 保罗并不是说 感谢主 你们经历了很多的异能 也不是这样讲先 我为你们祷告的事情 不是叫你们多有主观的经历 叫你们在属灵的智慧物性上 现在为什么没有得意 因为都是在追求属肉的知识上 因为怎么得着属肉的一些福分 应允 那个事情 所以不是要知道神的旨意 乃是要解决问题 然后来找神的 所以我特别为你们祷告 因为你们追错的 你们追求错的话 你们会跑到宗教的 所以第十节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 结果子 要结这个果子 渐渐的多知道神 多知道神 你看又出现了 对不对 然后照他荣耀的全能 得以在各样的事情上的 立上加力 所以你知道神 就立上加力 一定会 好叫你们凡事 欢欢喜喜的 忍耐宽容 如果问题马上 祷告就解决了 现象问题马上就走 你何必要忍耐宽容 所以有忍耐宽容的 所以有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 行在神的旨意 光明的意思 行在神的圣洁里面 一起同德基业 感谢主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要做到这个的话 你一定要有中心点的 你要能够 知道神的旨意 然后各样的事情上 立上加力 然后同德基业 多德善果 对不对 你一定要 十五节是 一定要认识爱子 你一定要认识 因为爱子把神的 神的形象显明 把神的旨意活出来 爱子是呢 看不见是上帝的像 是守身的 在一切被告已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而遭 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 所以各位 一切的一切 你的身体的状况 其实在你的病 还没有来之前 已经有了他了 对不对 所以他的旨意已经在了 你要得到他 在你的病痛里面 怎么让他掌权 爱子 所以他是在 看见的不看见的 有谓的 组织的 指正的掌权的 讲的是什么 魔鬼 连魔鬼的工作里面 魔鬼的工作 他有时压迫你 为什么要压迫你 因为主要激动 众圣徒祷告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还是有主的 不要讲到魔鬼 怕啦 大家不得了啦 快点奉耶稣名祷告 各位 其实呢 圣经把魔鬼讲出来 明天我会讲 是要讲 比他更 更有能力的那一位 已经来了 现在在哪里 住在你们生命里 所以你们要依靠他 所以撒旦的一切的破坏里面 上帝要怎么成就他的美意 要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一切的一切里面 有他 他在万有之先 万有都靠他而立 他也是教会 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是从实力 首先复生的 所以他胜过死亡 所以人的死亡里面 我们基督徒是 非信徒是哭 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是带着指望 参加人的丧礼 对不对 然后使他可以在凡事上 居所谓 所以各位 能够看到 凡事上居所谓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吗 这就是医治的一个要点 那个要道 是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出来的 如果你不追求这个 你追求现象的问题解决 那各位 你的医治就是 只有在那个地方 一直要经历神 你一直看不到 你的属灵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最挣扎的地方 有时候的确我们是人 有时候我们因病痛 我们有点痛苦 我们因家庭有一些问题 有一点难受 对不对 夫妇之间吵架 有点不愉快 但是灵里面是一直 主啊 你在哪里 主啊 你向我显明 主 你给我信心 给我爱心 让我知道 你今天 你现在会怎么做 也让我有信心这么做 对不对 你一定要挣扎这个地方的 这个就是人得医治的一个开始 那个开始点 是要在这个地方 基督举首位的奥命来的 所以因为保罗他认识了这个之后 所以二十四节说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 然后觉得欢喜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教会 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各位这个是不是神迹啊 所以他的肉身 有病痛 有逼迫 有各种的患难 对 遇到 很奇妙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一切里面 因为那个宝贝 那个基督 他在我心中 他给我一个确定的心 告诉我 神的旨意是什么 叫我继续这样走 走下去 我能走下去 我反而是 因这些苦难来欢喜 各位 很奇妙 对不对 为了教会 各位 经文是 你们要连贯性起来 你们才能知道 保罗他心灵里面 他跟主的那个互动 他怎么享受福音的奥秘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不是这么容易 谁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不是这么容易 为什么不是这么容易 因为你的人性 跟主的心意 主的心肠 差得很远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才不是这么容易 所以福音是教我们 越来越得到主的心肠 上帝的性情 越来越恢复之后 有一天你发现 你行善也是喜乐 你在忍耐当中也是喜乐 各位了解吗 现在我们是忍耐 痛苦的忍耐 对不对 在忍耐 但是到有一天 扰炼 盼望 然后圣灵的爱 对不对 我昨天讲了 有一天发现 因为我能够这样 忍耐是恩典 很奇妙的 这个好像有点反常理的 那种 所以现在第二章 各位看 我愿意你们晓得 所以第二十六节 先看第一章二十六节 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 所隐藏的奥秘 但如今向圣徒显明了 所以保罗二十八节 我们传扬 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圈杰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人怎样 引到基督面前 怎样引到 完完全全的引到 不是只有在一件事情上引到 完完全全的引到 情感意志 全然的来到神面前 我愿意你们晓得第二章 我为你们牢底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结力 对尽心结力 就一直好像奔跑 一直要为你们 要给你们什么 这个也是诸牧师 每次为你们祷告的 尽心结力 所以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至丰丰足足的 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的信心一定要 从哪里来 你的悟性要明白 神的真理 要知道神的美意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上 你祷告 虽然很难 对不对 很难 孩子读书不好的时候 很难 做好很难 遇到失败的时候 很难 因为那个挫败感 跟主说 无论你成功 你失败 你为着国度的用途 那个已经不是失败 是成功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很难 很难 那个肉体很难 对不对 对很奇妙的 这就是你要祷告 你要挣扎的地方 你挣扎过了 你才有充足的信心的 各位 这是一个奥秘来的 如果你一直逃避 那个难的部分 然后你追求容易的方法 不会来的 你的信心 可以了解吗 你就会三年跟从 五年跟从了还是一样的地方 会跌倒的 这个是一个 怎么讲 你们要明白 这个心灵的东西 使你们 你看 使你们真知道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了 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 知识 都在他里面隐藏着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 迷惑你们 现在教会界很多花言巧语 我生子虽与你们相离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循规蹈矩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我就还喜乐 所以看到你们的生命里面 因着福音 来经历神的大能 圣灵的带领 来继续活出神的圣洁 我就喜乐了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第六节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 就需要深根建造的 因为如果你不深根 你又会回到容易的方法 直接的方法 其实这些东西是很难的 这些道理你们会听得懂 但是你不要 你的问题来 你不要靠人的意志 你能不能 很难的 要不是你深根建造 这个过程当中 你深根建造 继续 也回复一个充足的信心 在那个关键时刻 你的方法还是神的感动呢 你的意志还是等候神 他告诉我怎么做 我怎么行 这个两个地方是 你要深根才可以的 没有深根 没有能力的 因为人都有这个性情 他人性需要的那个东西 向往的成功 向往的顺利 安逸 对不对 人性都是这样的 所以 神根建造 才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 所以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 很多世上的理学 虚空的言语 不照着基督 死而复活的奥秘 对不对 所以 就是照着地上人间 小学 把你们掳去 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 然后再看一个 各位 加勒泰书 各位看 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 都讲这个东西的 等一下多讲 一下就 加勒泰书你看 前面 很容易的 保罗第六 第一章六节 我期期你们这么快 离开 那借着基督之恩 招你们的 基督之恩 招你们的意思是什么 弟兄姐妹 就是不是你们选择信的 是上帝的圣灵 施行救恩 使你们听了 你们的心变了 然后跟从他 信从他 对不对 所以他用真道 生了你们 这是他的恩典 基督之恩 生了你们 不是你们是哲学家 你们很聪明 你们思想 然后信的 恩典 所以这样来找你们的 这是超自然的工作 神自己来拣选你们 你们却现在 去从别的福音 这里这样说 这么快啊 你们这么快 对那个很 超自然的 上帝自己本身 来找你们的 那个事情 这么快厌烦 厌倦 然后现在 有别的福音来了 你们这么喜欢啊 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 骄扰你们 要把福音 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的使者 如果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先前传给你们的 不同 对 他就应当受咒诅 这样的人 应当受咒诅 所以呢 你们听了别的 那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二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一二三 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 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所以这里讲到什么 这里讲到 第一 现在已经 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 对不对 所以 我的软弱里面 都有祂的恩典 我的钢墙里面 这是祂的能力 对不对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现在你已经懂了 这个知识 这个心灵已经有了 对不对 那要活嘛 所以并且我现在 在肉身活着 现在是肉身了 这个朱姿山的手 脚 嘴巴 活着的时候 是因信 祂而活 所以这个又要 要靠圣灵的 我行善 是因为信祂的公义 我爱我的妻子 是因为信祂 爱我的妻子 祂也爱我 这个心 看到 领受这个心 然后活出来的 因信祂而活 对 这个就是我们 要讲的福音 以马内利的福音 是讲这个的 听起来很容易 你心灵要操练起来 真难 所以你们失去了 这个对不对 你们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 认识的福音 掺杂了 很多其他的东西 你就是变成 第三章 这个时候 什么事情呢 你们这些 无知的加拉太人 第二节 我只问你们 一件事 你们受了圣灵 是怎样 是行律法呢 还是听信福音 你们为什么 靠圣灵入门 又还靠 肉身成全呢 你们是这样的 无知吗 所以这个是 我现在 我讲完这个 我们就休息一下 好吗 我在传福音当中 遇到的 三大难题 各位三大难题 在这边 第一 讲了耶稣的福音之后呢 看人的反应 才发现 人不知 自己的 真正的 需要 人的需要 人的需要是什么 回答我 灵魂 的需要 来的 各位 人不知道 自己灵魂的需要 这是撒旦 最普遍的工作 但是也是 人人都没有发现的工作 你的需要 不对 本身就是撒旦的工作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的需要 你把 原来你的灵魂是需要 属灵的东西的 属灵的知识 对不对 天上的事 我需要的是 健康 财富 成功 肉体的需要 各位 一定是 原来灵魂的需要 里面享受 一切 肉体的需要 连你 你现在 你心灵 各位看 你现在心灵里面 常常忧愁的 不喜爱的 讨厌的 那个 不开心的 都是因为 属肉的需要 这个本身就是 撒旦的工作 各位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单单追求 人的灵魂 单单其实需要 听到 神的声音 明白神的旨意的 把这个转为 只要现象好就好 这个 撒旦的工作 现在我要讲 撒旦的工作 单单得见耶稣了 还只是在看不见 上帝的像 他凡事上 举所谓的 还不够 还要加上 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祝福 需要 其实那个时候起 你越要追求 越要寻找 有些你要的需要 反而是你得不到 你更苦 更苦 很奇妙的 所以我说 撒旦最普遍的工作 也是最隐藏的工作来的 你们没有想过吗 就被鬼扶的人 哇 撒旦的工作啊 他最普遍 就是深的 福音也是深根地骨的 所以才能达到他的 他也是深深的 隐藏起来的 你们早上起来 为什么忧愁 问自己 又有一些 今生的烦恼 又来了 对不对 又来了 这个很快来的 所以我跟他 一直说嘛 就是吃了 这个神迹之后 来找耶稣的 主耶稣说 你们来找我 是因为你们吃了饼 吃了鱼 不是因信我 要跟从我而来的 有一个年轻的官 来找耶稣 良善的福祉 我要怎样才能得永生呢 就问这句话 良善的福祉 我要怎么得永生 永生是什么 各位 永生是一个东西吗 好像上帝变魔术 给你有永生了 永生是什么 为什么你有永生 你回答我 为什么你有永生 不是信耶稣有永生 这句话 当然每个人都这样讲 因为上帝是永恒的 所以永生的主 住在你里面 你自然有永生 听得懂吗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很关键的东西来的 永生不是一种 超能力的东西 吃给你 不死 因为永恒的上帝 住在你的生命里面 所以你又永生了 所以主耶稣说 OK 你要永生 所以 很简单 你教我福祉 其实我是你心中的王 当我成为你心中的王 你就有永生了 所以现在 有哪一样东西 叫你阻挡我 成为心中的王 律法 你守了吗 守了 全部守了 全部守完了 律法是什么 律法是 其实让我举所为的 对不对 让我举所为 我的慈爱公义在里面 举所为 成为你心中的王 都守了 但是还是没有成为你心中的王 还有多一样 就是你的钱 全部分掉 跟从我 让我成为你心中的王 这个就是你要的永生了 这就是永生了 听不懂 走了 可以明白吗 我现在要讲出的 就是撒旦的欺骗 人就是来神的面前 要的一切的祝福里面 不是要上帝的 有时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一切叫基督 不能成为你心中的王 的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阻挡你 今天享受永生之福的奥秘乃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是最有智慧的 祂是用人的话 要讲天上的东西 那现在第二 三大难题 我相信各位都会遇到的 那现在因为不明白 灵魂的需要 对不对 所以听了真理之后 觉得 这个真理 福音真理 福音真理 不贴切 各位多少人 有这个问题 不贴切 现在各位听了福音之后 单单这样 无实讲的话 你们听信了 满足了 你们祷告了 神向你显明的 我遵行主的旨意满足了 我的实物就是 遵行父 猜我来者的旨意 对不对 猜我的旨意 所以很奇妙的 当一个人 参见父 看见主 得满 听见主的话 得满足 遵行主的道 得满足 可以满足 满足吗 不满足 所以不满足的时候 就不贴切了 所以很多人说 我听不懂 不太贴切 各位 神的真理是 切切实实的满足 什么 人的灵魂 人的灵魂的 所以主说 人活着 不单靠食物 来靠口中所出的 每一句话 如果你的灵魂 能够被神的话语 满足的时候 其实你的肉身 已经安然居住了 重要的话 所以你不能被填饱 你肉身 花语不能被填饱 等一下你吃饭不好吃 真的不好吃 相爱 跟配偶不能相爱 你跟你孩子在一起 应该要玩了 天伦之乐 不来 就是一直不来 一直担心他 跟他花时间在一起 但是那个喜乐不来 不能被填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一直认为 真理是不贴切的 原来是我们已经离开 我们没有把真理当真 然后我们没有确认 那个真理 然后回到真理怎么说 所以呢 这个真理讲了 听了 然后遵行 然后满足 你一定要经历过一次的 你要经历过一次 两次 主要我遵行你旨意 有时候一个弟兄姐妹 他就是对我 就不太可爱 但是我看到他 很有问题 我怎么为他祷告 怜悯他 然后帮助他 这个当中 我的心里面 知道了 我遵行神的旨意了 满足了 虽然你有点辛苦 你受到有点亏损 但是你按着主的旨意行 满足 很奇妙的 所以这个叫 我的食物 就是遵行父的旨意 这个各位了解吗 食物是满足性的东西 你肚子饿了 很想吃对不对 但是主耶稣是肚子饿的时候 有一个撒玛利亚夫人 在那个地方 就是牧养他 教导他 然后释放他当中的喜乐 主啊你快点吃 门徒回来了 我有食物吃 你们不知道 各位听得懂吗 这个是很深奥的奥秘 好像用肉体的饿 来讲心灵的饿 然后心灵的饿 被填饱之后 肉体的也 都释放了 然后不管做什么都好 凡事都心事 很奇妙对不对 各位 如果这个奥秘你没有经历 也没有确认 就是只有很容易的 直接的要经历神 有这样的话 你总是觉得 这个福音这里 听不懂 不贴切 所以主说 教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只是你们当中 有不信的人 就是这样讲 你们不信的人 所以不信的人 怎么被填满 总是觉得 什么吃耶稣肉 喝耶稣血 听不懂 什么圣灵引导 心灵的 心灵受他感动 然后活 然后确定的信 听不懂这些东西 就是很直接 要经历神 然后都是用人的意志 我给上帝十块奉献 他给我一百块 哈雷路亚 然后这样的见证 编满教会 哎呀 这些东西 所以不贴切 都是从你 把神的 神的话告诉你 他是怎么造你的灵魂 造你的关系 造你的 这些话已经 不听了 然后所以自己的人性里面 要经历神的时候 那就是属灵问题了 所以你一直发现 你不得一致 有一些重复的问题 一直来 因为你的生命 不是这样被造的 各位了解吗 你的灵魂要得满足里面 来享受一切 这是基督给我们看的 弟兄姐妹 思想 神的话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 注目是我 从我到处跑 我遇到的就是 第一 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 第二 因为不知道自己需要 听了真理之后 是懂非懂 然后也没关系 还能照常活就好 然后呢 思动非懂 不贴切 不贴切的时候 就会怎样 但是人要活 人有很多需要 需要能力做工 需要能力养育儿女 很多的东西 但是现在很多的问题 所以要追求 一定要追求 因为人是有限的 所以他一定要追求 因为他已经来了教会 已经来了教会 但是又经历不到 上帝给教会的 那个圣灵的能力 所以另一个福音 这个更头痛了 对我来讲 所以人就开始要追求 人就开始追求 另外一个福音 还没有关系 在追求另外一个福音之后 太爽了 满足 哎呀 有果效 有果效 然后 哇 一祷告给人 人就倒下去 有能力 比如这样说了 一祷告就有能力 各位 这个更糟糕 这个更糟糕 为什么 你经历了这种 好像呼风欢愉性的 然后呢 你被这些东西刺激你的灵 满足 原来灵魂是不能被 这个赞赐的 灵魂是永恒的 对不对 要有一个稳固的 绝对的不摇的 就是基督了 为他受苦也是喜乐的 但是刚刚吃了五饼二鱼 你当当 你为人祷告 就算死人复活 你开心一两天了 过后呢 你回家 还是跟你 你配偶先天吵架 你能怎样 你有新的忧愁来了 你的施工很成功又怎样 天天的问题不能解决 不能看见主 那你忧愁不能胜过 所以呢 但是你经历过这个 很爽 所以 在这个地方呢 更难归真 更难归回 上帝所讲的 其实全备的福音 基督为中心 更难归回 这个东西 所以 我刚才说 福音了 我们那边大教会里面 前面 两个三个 大教会 在本国 都是 祈福信仰的 祈福教导的 给上帝的恩典 来 所以要你心胜 要你苍胜 你看五饼二鱼 大家吃了都饱了 哈雷路亚 正处讲这个 我们 主耶稣基督 他是很有钱的 我讲过嘛 这些 主耶稣 你看 穿了这么昂贵的衣 罗马兵丁 还要摇钱 保罗何等有钱 那个菲利斯 一直守住他 菲利斯总督 要从他得路会 很有钱 全部骗人 祈福信 但是人听了很爽 尤其是很贫穷 贫苦 这样的时候 但是又不回到 基督死而复活的 那个福音来经历神 然后 所以呢 你没有 经过死而复活 的这个 迦拉太书 二章二十 然后也继续追求 这个里面 你来讲 祝福 就变成 祈福信仰了 各位了解吗 如果没有这个相反 相反 如果你没有经过 死而复活 你来讲道德 甚至你用的字是圣洁 我们基督徒要圣洁 圣洁 这个跑去什么 这个跑到 戒律 戒律 或者 强调人的功德 功德 各位看得懂吗 我现在写的 如果没有以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 天天死去自己 然后让基督来居首位 来寻找这个圣灵 怎么天天感动你 活出基督的 你讲祝福 甚至讲你信 奉献给神 神就会加给你 但是你的信息的根基不是这个 就叫人做一个热心 祈福 我跟各位说 我甚至那个定义是这个了 全部要从基督出来的地方了 如果你讲 我们是什么神学 改革中神学 归正神学 什么什么知识 但是不是叫人懂得越多 然后越谦卑 然后发现凡是要寻求圣灵的感动 顺着圣灵行 对不对 要查验他的美意 他就有种归正神学 比如这样说了 神学一大堆的 这个就是什么 其实你经到一种骄傲 知识主义 然后你非常骄傲 非常骄傲 一定会的 死而复活叫你不能骄傲的 死而复活叫你 你懂了一切之后 你发现你还是今天 你要依靠主 你每一次讲道的时候 不是一套的什么神学系统讲 那是要教人 完完全全的来到基督的面前 把他们引到 不是讲那个知识来 就互动人心 不是那个 如果你没有死而复活的 那个信仰里面 你讲恩赐 这个我最怕的 然后你讲你什么主观的经历 然后一直强调那个东西 我跟你说 你绝对会走神秘的路 神秘的意思 不但是看幻象 幻觉 神秘的意思就是 好像 我跟你们讲 我的孩子 我以前 只有来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的孩子学业很差 我现在来四次聚会 我孩子考到第三名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来聚会 这样讲 你的主观的经历绝对 有些人是 孩子虽然这样 但是他在各方面 上帝使用他 甚至他在学习上 有点辛苦里面 然后上帝怎么 在教导他 其他的东西 你就有一个主观的经历 来要互动人心 所以不是叫你 寻找主的旨意 跟从主的 对不对 死而复活是讲这个的 我今天活着是 因他爱我 我的孩子的智商 是因着神的爱 给他这样的智商里面 来学习 然后来荣耀神 他经历就好 不是这个的 有一个强调经历的 神秘主义 我跟各位讲 就算你不讲那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这样讲本身 你的信息的 见证的重点 每次都是这样的话 这是一种神秘主义 我跟各位讲 这些是潜伏性的 潜伏在 听福音的人的思想里面 已经留住在那个地方 这些东西很容易 这个叫花言巧语 世上的理学小学 刚才我们读的 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讲 这样好听的 人性喜欢的 花言巧语 对不对 不用死 然后能够得到诛福的 那种 就是花言巧语 还有什么 然后我们教会 要怎样的方法 传福音 然后我们要取得 怎样的果效 果效 但是不是 死而复活的 所以韩国怎么做 我们大陆也怎么做 全部用了之后 成功了 完蛋了 没有成功 为你感谢主 还有救 不然的话 你尽到人本主意 出不来了 各位我的心情 每一次前面都是要讲 这个宗教福音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基督信仰 不管讲什么 因为撒旦在末世时代 他潜伏着 他已经不能 他已经不能废去福音了 他历史历代已经证明 他用怎么刀剑 逼迫 把人钉在石架上 这样做也是福音 越兴盛 所以最后没有办法 要改福音了 所以他的方法是这样 所以教会界里面 各位知道吗 现今教会界里面 因为这个福音被更改了 没有重生的人 听了福音 没有重生的人 比重生的人更多 然后再讲 听了福音 没有重生的人 做教会的领袖 教导的更多 各位相信吗 所以才会把这个传下去的 才会这样做的 所以这样做了 恩赐啊 什么啦 这些经历啦 很多的见证 但是疾病更多 长远来看 所以哥林多教会 有充满恩赐的人 各位有没有发现 口才各方面知识都有 保罗说什么 你们病的不少啊 甚至死的也很多 死的也好一些啊 为什么 因为你们你们里面 失去了死而复活的经 你们靠这些 怎么胜过撒旦啊 所以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重生的生命没有 敬畏神的人没有 懂得祷告的人没有 整个教会 真的属灵遮盖没有 然后每次就在神面前 呼喊呼喊什么 然后一个一个死掉 有病啊 什么啦 一大堆 婚姻问题 一大堆问题 然后呢 教会里面呢 论断 纷争更多 虽然 爱这个字 用的最多 讲的最多 但是论断 纷争更多 有没有发现 很奇妙啊 这个就是 另外一种悖论 然后最后 你会发现 三娘更多 充满三娘 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讲的 就是 这个一个真实的现象 给各位知道之后 然后你会明白 你为教会祷告 会有迫切 这是教会真实的现象 所以到一个地步呢 真的主的绵羊 是在教会外面 被排外 在这样的教会 服侍到一个地步 放弃了 放弃侍奉的岗位 离开教会 就是主耶稣基督 来到地上的时候 真的爱主的 真以色列人 彼得 约翰 雅各 拿丹月 像这样的人 其实在教会外面 圣殿里面的是 法利塞人 文士 撒都盖人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们成为教会的领袖 这是一种势力 这是一种 有弯曲的时代 换句话说 所以我现在要讲 这个三个 是我的最大的挑战 但是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 怎么解决这个东西 OK 好 我们休息一下好吗 我们 带回来